北齐前锦衣卫指挥使沈仲在刺杀范贤失败后 曾向范贤透露过 北齐走私的主谋乃是二皇子和长公主 而帮助二皇子和长公主洗钱的则是明家 范贤自北齐回来后 对二皇子和长公主都先后出手 但唯独没有对这个明家出手 很多人以为范贤已经忘记了 但实际上范贤不但没有忘 而且还故意对这个明家不闻不问 范公子现在才算明白不觉有些晚了吗 老者此言便是等同于承认了他乃明家之人 也承认了明家一直以来相助的乃是太子 这就是了 因为几乎所有人都知道 在太子和二皇子这场争斗中 最后得胜的只会是太子 所以你们假装投入二皇子门下 为的不过是给太子制造更多扳倒二皇子的机会 我想也正是因为如此 太子才会一直装模作样吧 范贤略微一思索 心中已是光亮一片 太子一直以来给人的感觉便是莽撞且少有援手 以至于在二皇子相争的时候 几乎出处落于下方 但实际上太子之所以僵成这般模样 正是为了隐藏那些躲藏在别处的门人 太子不能有党羽 此乃千古不变的道理 即便是范贤也不能成为太子的门人 遑论其他人 当初兵部尚书王之患 因为有投靠太子的嫌疑 而被庆帝一番警告 差点落个人头不保的地步 因此可见太子身边 绝对不能有任何盟友 所以他必须要装出一副莽撞的模样 由此来降低别人的警惕性 明老先生今日专门在此等在下 当不会是为了奉劝在下放弃复仇吧 而且此事与太子无关 明老先生何必躺着他浑水呢 范贤有点不解的是 自己的复仇与太子根本没有多大关系 毕竟他的仇人乃是太后皇后庆帝这三人 倘若自己当真把这三人给杀了 太子岂非理所当然地成为下一任庆帝 难道他在担心自己会把他也算进仇人之中 所以才会让明界人来阻止自己 范公子 你我皆知 你此次回京定然掀起滔天巨浪 未来的天下究竟是如何一番模样 岂要看着滔天巨浪 如何汹涌 老夫今日前来啊 无人指使 乃是老夫自作主张所为 明老摇头 表示范贤的猜测 从开始就已经错了 哦 既不是太子让你来的 这就让范贤更加疑惑了 只见明老淡淡一笑 眼睛里浮现出一亩追忆之色 当年你娘初到京都开创内库之时 第一个与你娘合作的便是我明家 京都数大家族 叶家有叶刘云坐镇 自然无碍 秦家有陛下护友 谁也动弹不得 我明家既没有大宗师 也没有皇亲国戚 能在这暗流涌动的京都存活下来 靠的不是别的 正是与内库多年合作 所以看在你娘的份上 我才来劝你 无论你能否成功 这天下都将变成另外一番模样 那不是你娘想看到的 只怕也不是你想看到的 因为明家一直和内库合作 所以才有机会参与内库在北齐的生意 也就有机会成为二皇子和长公主走私洗钱 明家靠的居然是内库 叶青梅 范贤听吧 甚是讽刺地看着他笑了 明家靠离叶青梅成为京都的数大家族之一 受尽叶青梅的恩惠 到头来呢 却为叶青梅的仇人说话 这是何等的荒谬 老先生 我虽然不知道你真正的意图是什么 但就你刚才的话 我想我们已经没有继续谈下去的必要了 今次我既然从北京回来了 当年的旧事 也该真相大白于天下了 谁也阻止不了 范贤起身 坚定不移的目光 转向偌大的京都城墙 没有谁可以阻止他报仇 因为没有谁能够明白 他为什么要报仇 沙姆之仇不共戴天 是的 的确不共戴天 可是在这一层仇恨上 还有更深的一层仇恨 那是驱使范贤不得不去面对 这些仇人的根本原因所在 只是这一层 恐怕只有死去的叶青梅才会理解 你若复仇 便是我明见的敌人 老夫实在不想与你为敌 倘若你执意如此 老夫 呐 长剑出窍 秋阳下血红 明老手持长剑看着范贤 剑尖微锤指着范贤的腰间 剑碎在风中不断摇晃 哦 原来你今日来 是来表明态度的 看着明老拔剑 范贤一下子就明白过来了 范贤回京复仇 京都上所有人都必须要表态 类似范贤 林若仆等人 他们自然毫不犹豫地 会站在范贤这一边 可类似于明家 叶家 他们却不一定会站在皇室一边 说穿了 这是范贤与皇室的私怨 无法上升到整个国家高度 所以他们若是打着保家安民的旗帜 只怕不妥 可如果他们不站在皇室那一边 便又会成为不忠之臣 所以 他们必须要表态 在范贤尚未复仇之前 高 实在是高 难怪我娘当年会选择你明家 作为第一个合作伙伴 范贤 不由对他竖起了大拇指 明老的这一番表态 无疑不显示出他对皇室的忠诚 就算他无法阻止范贤 但他的忠诚 却已然体现了出来 无论范贤能够复仇成功 明家都可以从这场浩劫当中全身而退 这一招实在是高 老夫还是那句话 不要因为一己之私 而让天下百姓置身水火 你娘当年没做的事 你最好也不要去做 叶青梅曾在信中言道 他这一生就差当皇帝了 明老此言 似乎在暗示着什么 但他根本不知道范贤在想什么 也不知道范贤对皇位 从头到尾都未曾产生过丝毫的兴趣 你想把自己栽干净 我偏不让你得逞 老先生 还望你转告太子 若想斗 就放马过来 不用搞这些莫名其妙的招式 谁胜谁负还不一定的 明老一直言道 自己不是太子所指使的 但范贤却丝毫不信 范贤没动手 明家老者也不能强迫 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 明家本就没什么高手 他知足以拔剑 只是为了向皇室表明忠诚 若当真与范贤打起来 谁胜谁负还真不好说 毕竟范贤也已经是九品上来 五竹又消失不见了 海棠朵朵一眨眼的时间 五竹就不知去向了 范贤再度进入马车 只见他一连不知所措的海棠朵朵 五竹书一直都是这样的 他指的是五竹来去无影无踪 这个五竹书啊 范贤摇头 耳后让王启年驾车进城 范贤透过车窗 看见明家老者仍旧站在原地 紧紧地盯着马车 他是谁 为何会在这里等你 海棠朵朵没有下车 自不知道刚才范贤与明家老者 到底说了什么 范贤与他说了 他竟然就是在幕后 一直帮二皇子和长公主 走私的明家 海棠朵朵格外的诧异 很奇怪吧 我没有去找他 他反而找上我来了 范贤淡淡地笑着 他好像一点也没觉得奇怪 海棠朵朵用一种奇怪的眼神 看着范贤 一开始 我也没搞清楚他的来历 直到他劝我放弃复仇 明家一直以来都隐藏在幕后 从未公开示人 此次我返京 手中握有秦夜和长公主 两大底牌 皇室要与我斗 几乎没什么胜算 明家那太子门下 在此时候 当然要出来向皇室表忠心 但他也知道 皇室的胜算不大 所以敢在我报仇之前 来这么一处 既想皇室表明了忠心 又没有彻底将我得罪 说不定待我复仇之后 还会觉得明家忠肝义胆 而对明家重用的 范贤如何不知道 明家老者此番用意 不过他虽然看穿了明家的用意 但同时也从明家老者 这一番举动中猜到了些什么东西 什么 海棠朵朵问道 太后和皇后 肯定已经急了 说不定 庆帝都已经在赶回的路上了 范贤回京都的消息 没几个人知道 可是明家老者 既然能在京都城外等他 那就说明 这个消息已经走漏 皇室中的人 也有可能已经知晓 而太后与皇后 显然无法正面对付范贤 所以他们只能驱使的 只有太子 你打算怎么办 海棠朵朵 猎险忧心地问道 他岂能不知范贤 接下来要做的事 如何凶险 此时此刻 他唯一能做的 便是尽心尽力地 帮助范贤完成这件事 太子要来了 先解决他吧 范贤掀开车窗 朝外面看去 熟悉的场景 在眼前一一划过 沿街商贩的叫卖声 不觉于耳 偌大的京都城 依旧繁华无比 事业 范贤 范贤离开这段日子 内库的生意 正在逐步地恢复 有范贤的赵料 和范思哲 这个生意人的精怪 内库的各项生意 正以迅猛的势头 朝着巅峰时期发展 范若若也将范贤 上下打理得井井有条 原本范贤还以为 在北京会发生什么大事 可谁知 庆帝来了这么一手 倒是有些出乎范贤的意料 不过正刚好给足了范贤时间去准备 哥 你决定了 范若若听完范贤接下来的计划 小脸上顿时浮现出忧虑的神色 一旁的范贤 也是眉头紧锁 显然对范贤这个计划 不甚满意 倒是范思哲 一副不知所云的样子 坐在一旁也不开枪 只自顾自地喝着茶 太子知道了我的身世 所以才想利用京都走私一案 来将我逐出京都 但他不知道的是 那件案子 本就是陈平平设计的一个阴谋 所以失败后 他对我忌惮已经到达顶峰 此次若不对我出手 那他再也没有机会来 明见老者在城门口来劝我 便是一个信号 若我猜得不错的话 至多三日 太子必当出手 范贤的计划里 解决太子乃是第一步 解决掉太子 范贤才能控制皇城 甚至控制京都 由此才能去解决太后与皇后 可是我们现在的人手 不足以控制皇城 更别提京都了 范贤感到担忧的是 就算范贤解决掉太子 他也无法彻底掌控皇城 乃至京都 皇城进军听命于庆帝 宫典乃是八品高手 数万进军战力 便是北京边军 也无法比拟 范贤拿什么去控制皇城 这个不用担心 只要太子握在我们手里 皇城自然是我们的 倒是京都有些棘手 京都守备乃是叶刘云 范贤还不具备和大宗师 正面抗衡的修为 武竹呢 范贤忽然地问道 谁知 范贤摇头 皇城里那个大宗师 想必也跟着庆帝去了东京 一旦庆帝从东京返回 两大宗师压境 京都城很难不落入他们的掌控之中 一旦失去了京都的防卫 我们也就成了瓮中之别 范贤想了想 忽然将目光转向了海棠多多 怎么了 海棠多多还以为自己脸上有什么 当即一手扶脸 圣兵虎到孟州了 范贤离开北京前 曾收到北齐小皇帝的消息 圣兵虎亲率二十万大军 日夜兼程赶往孟州 早就到了 海棠多多点头 不过他很不解 范贤问他这个做什么 那咱们就看看东夷城能抗多久吧 范贤抬头朝东边望去 目光里尽是稀奇 这时 林若普从外面急匆匆赶来 看得众人都在此处 当即对范贤咳嗽了一声 谁知范贤摆手 岳父 有话直言 此处没有外人 范贤当人知道 林若普要避开海棠多多 可海棠多多与范贤 早就是自家人 根本不会避讳 东京大军 已经全部进攻东夷城了 不出三日 东夷城必破呀 四顾剑和苦和不知所踪 连陛下也失去了踪迹 林若普刚刚从兵部得到这个消息 脸色甚是担忧 但他不知道的是 这个消息原本就已经漫来了三日 也就是说 东夷城此时很有可能已经被破 范贤也并不知道此时东夷城的战况 听得林若普此言 当即入美 看来我们的时间当真不多了呀 精彩内容 下集再见